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在我们演艺圈有的一样还是要吃苦的 对不对 而且还是要扮丑的 所以说美女不但要人吃苦 而且要人扮丑 那才是真正的架杠真美女 今天呢 我这样 有这样的人吗 有这样的人 今天我们请到两个苦情姐妹花 听说她们的背后有许多的心酸 我们欢迎今天的特别来宾 小乔 晓恩 根据调查 有80%的人认为 美女就和花瓶一样 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但美女真的只能当个温室里的花朵吗 今天苦瓜帮帮忙我们请到陈晓恩和小乔来帮忙 让她们来告诉我们 美女其实也是可以吃苦的喔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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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要送一下 这是王子变青蛙的改版的DVD 那怎么好意思 这是给 这是我的 春哥的 这是给曲哥的 谢谢 谢谢 全台只有现在两万套 所以要来 这是限量的喔 对 限量的 因为你自己都没有 来 请坐 谢谢 要不要喝点啤酒啊 要不要喝点啤酒啊 要喝点啤酒啊 要喝点啤酒啊 有被管制的 公司说录节目的时候不要喝酒 上节目不要喝酒的是讲公司以外的节目 公司内的节目不受限制 知道吗 好吗 那要不要喝点 嗯 好啊 第一块转变 太好笑了 谢谢啊 真的拿水喔 谢谢 谢谢 从一开始是多高 收视率 我们第一集开台的时候就好像3.92 就已经破了那个偶像日开播的节目 然后后来就一直在破 每一集都往上冲 对 对 你们有没有想过最高会冲多少 然后冲到多少就要干嘛 有啊 就破6的时候我们两个已经蛇吻了 因为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大家觉得3.92 大家觉得6是一个很难突破的数字 我们就说好啊 破6啊 那我跟陈乔惟两个就蛇吻 就蛇吻啊 然后183就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 才第四第五集破6 傻眼 就现在已经破8 没有人敢说什么 那现在 扑过了没有了 扑过了 扑过我不行 那带子2 金翘哦 虽然说他们现在这种辉煌的一个成绩 成绩 对不对 但是他们以前也是很苦的 真的 对啊我们先讲乔恩好 因为我跟乔恩比较认识一点 乔恩一开始做的第一个节目就是在中国 中国那么大 中国那么大 那时候好可爱哦 那时候叫什么小红 小红恩 对啊 好可爱 可爱死了 应该来讲说出外景里面来讲你最可爱 因为一个女孩子能够到大陆这样子跑 那是很大的一个勇气 因为我们知道大陆虽然说 在沿海都市都是很文明的 但是如果往内陆一点走 或者往乡下一点走 其实那个地方还是蛮原始的 对而且我那时候接到节目的时候 我之前从来都没有出过国 就我没有坐过飞机 蛤 对 然后我是第一次到那个大陆去 嗯 对啊 你最辛苦的时候会不会想 我不要干了我要回家了 嗯 其实我比较少想家 可是有一次我真的超想 这辈子没那么想过我吗 为什么 就去那个北京万里长城 这个干嘛想吗 因为那个万里长城 它很很很很久嘛 然后它附近 真的是方圆五百里是没有 人烟 对然后我们住的那个叫宾馆 因为它没有没有铝色 住宾馆 那时候零下好像十几度吧 它下雪 就背那个包包 然后很累 我们出去整天外景 然后去那个宾馆一开门 就它那个棉被是湿的 哎呦 因为潮湿你知道 痛苦痛苦 就湿的然后没有热水 它说而且那个水晶打起来 还有那个红线虫 它就说要套那个湿袜 你知道 然后那时候 真的是很想我妈妈那个时候 晚上的时候睡不着 就很像我 所以人在灾难的时候 才会想到这个地方 就是像群那个长白山 是 那个也是那个我们要到那个吉林省 然后再坐12个小时的车 上去那个山上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台湾还要拍MVP 然后我就要从一个人 然后就坐那个 它很好啊 那个车子来说你有卧铺 就是你要买位子 然后可是它位置是用木板画的 所以你买一个位置没有差 就全部都是那个 当地的居民 然后你就一个小女孩 坐那边要坐12个小时 然后从山上开下去 我超怕被抢的 就是很冷然后在那边 然后你很怕那个 那边的人会怎么样啊 想干嘛 你那时候会不会想说好恐怖 我不要干这样 就有抱怨一下我都还好 哈哈哈哈 没有想到他辞掉这个节目 这样 没办法MVP工作 实际上还是 把玩的成任投资 好玩的还是比较重要 对不对 那我是知道 你以前其实很不喜欢主持 你比较喜欢演戏 对啊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开玩笑 他们都包打听我告诉你 那你怎么会喜欢演戏呢 喜欢看帅哥 演戏没有东西帅哥 至少一半以上是啊 你们这部戏全部都帅 也还好哪里有帅 导演帅不帅 他很秃头欸 嗯 我跟你讲 四个秃头九个腹 那是光头 戴上假发更加腹 更加腹 哈哈哈哈 是你开玩笑啊 是不是曾经有一个 你看过某一个戏 或者某一个演员 那时候当Catting 是帮人家找演员 就是广告的 好像这个广告 她要一个漂亮的女生啊 20岁啊 或是我要拍一个内衣广告的 就会请很多模特来试镜 但那时候我接的都是 比较要演的演员 那我帮他们试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怎么你都没有把 我要的东西演出来呢 你就会觉得 原来你自己有表演欲 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会 发现我喜欢演戏 请问一下 你这个工作是怎么找到的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也很想 你不一定觉得 应该不会请你吧 就像女生 就像女生 那小乔 哎呀 这个演艺之路就是艰辛了 要哭了 没有 因为我觉得是 从小就都很好 那你一切都很顺利 所以反而我人生最受苦的时候 就开始进演艺圈的时候 为什么呢 我许是受苦在演艺圈呢 其实刚进来还蛮顺的 因为我好像比他晚半年吧 那时候他已经在大陆了 然后我一进来公司 马上就有 那时候很流行电玩节目 就介绍电玩的 那就 电玩节目 电玩节目 对 然后马上就演MVP情人 就一切都很顺利 那那时候我演了三集 整整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因为偶像剧的拍摄的作业都很满 三集 就三集整整要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啊 对 一个多月 然后被换角 被换角 在演出的好像前两个礼拜吧 被换角 为什么呢 公司那时候觉得我演得不好 可是新人 新人演不好是OK 但他觉得我态度不好 就是说 因为那时候我还很喜欢打撞球 所以我每天晚上都一定是 在球场里面 你这个坏孩子 打撞球是 但是我才看那个集 那个是吴嘉庆喔 很好好不好 他是好孩子 人家得世界冠军啊 你又没得 不是 他们是不是因为说 觉得你那时候戏不好 是因为你没有花时间在 不认真 对 所以就觉得说 那应该给我一个教训 或是让我好好反省 所以我就被换角 那也不应该换掉吧 而且那时候很好笑 那时候 因为刚开始播第一集的时候 那时候播第一集的时候 因为很赶 所以片头跟片尾 都还来不及改 所以还是我的名字 但是 就很尴尬 很尴尬 然后那时候 因为第一次在三台播 然后三台进节目之前 都有一个 譬如说欢迎收看 MVP情侣人 然后就有一个主角四个大头 然后还是我第一集的时候 因为来不及改掉 所以啊 你们应该办一个猜谜游戏 他到底演什么 猜到最后是汽车这样 对啊 所以看到第一集的时候 自己还是觉得蛮感慨的 因为第一集 除了特写以外的 浪井啊 跟手跟脚都是我的 因为来不及 他们重拍来不及 所以就变成说 只重拍特写的部分 也害公司赔了一百多万 然后那半年就是 像风一样 就是大家都把我当 就是公司的人 或者是老板 都把我当成 空气 比如说你讨厌一个人 比如说我跟你打招呼 嗨康哥 那你可能是 就吹他 我才不会 吹他 你跟我打招呼 嗨康哥 一阵风吹过去奇怪 可是那时候老板对我的态度是 比如说嗨康哥 然后他是眼皮 连动都没有动一下 就是我很像空气 好可怜喔 那他们是故意讲好 对你的态度吗 嗯 我觉得老板那时候是因为 他想要让我 因为他知道我的个性 他觉得不用跟我讲太多 然后我自己会想清楚 所以有半年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半年就是 扮演了空气与风 对 空气 空气很有感觉 你还会剥一下头发是空气 空气 然后那半年就是 公司有客什么 就一直跟着上 然后但是我都不知道 比如说那时候好像是 我们师兄五六要发第一张转机 所以我们就一起练舞 但其实根本不敢说我的事情 因为是他们的东西 然后老板说 反正他们上课你就跟着来就对 然后你边练你也不知道 你是为了什么 就这样过了半年 反正空气是无处不在 对 无处不在 就是哪里都有 你知不知道 屈哥虽然得过所谓的金钟奖 但是我也被换过脚 你有被换过脚 我被换过脚 我们那时候我是20 哎呀 换脚大结盟 哇 两大换脚 所以我听我应该有可能得金钟奖 是这样吗 真的吗 只要努力 只要被换过脚都会得 团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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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句话我一定要讲 喂 没有 我真的就判过啊 那是我演《包青天》吗 真的吗 够球吧 你这个外国人 跟人家参加什么《包青天》 对啊 这是陆 黄帝 黄帝咖啡色眼珠 不能演 但是被换掉 因为太不像了 人家以为是路易十四 怎么找路易十四来演 结果还真被换掉 那个就没办法 那不是你演不好 是因为你长得像不好 可是我一直觉得是自己演不好 黄帝只是不好演 对 黄帝不好演 你是因为脑太矮 没有啊 被换掉 不知道 脸太老 他也不会告诉我 他就是 我后面的剧本都还没拍啊 怎么就是一个月没通告啊 原来已经被换掉了 没通知 没通知 真的啊 跟你讲 你们这换脚都已经不错了 好不好 我们这种根本是没选上 对不对 我想以前我们那个时候 被换脚他都不通知了 对 我也是觉得那个 不要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非常 就是说 挫折 挫折啊 或是什么样的 其实你以后 如果还要走下去的话 以后还会遇到更多更多的挫折 那像他现在就有那个噩梦 因为那个换 当初换他 换他脚的那个剧组 跟我们现在剧组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就是一样的剧组 所以他现在拍戏 就会有很大的 现在还打撞球吗 没有啊 没有在打 没有在打 真的没有时间 因为你真的忙起来 然后你真的很 就是专心于一个事情 你真的很难 对了 我觉得女孩子 或者是不管男女 要有嗜好 但是不能把所有时间 丢在上面去 因为工作还是最重要 因为以前真的太疯了 那乔恩姐 有吗 有没有被换过脚啊之类的 没有耶 那当然没有了 这么厉害 哪有不是 因为都是主持 后来也是 要演戏也是比较 要先被动得半年才可以演戏 为什么 要破除之前的印象 什么意思 就是因为主持 那时候我几乎都中国那么大 还有什么综艺旗舰 然后可是我 我对主持真的没有 我觉得我主持没有天分 像主持中国那么大 我都是去玩 我觉得那个制作人很棒 因为他可能会发现 这个小女生的特质 所以那个节目 相对的是很棒棒 但其实我对其他的 主持节目 我是有一点排斥的 所以我觉得 太自视化了 对 而且我从来不看综艺节目 有时候他们笑 我都觉得有那么好笑吗 就会 就会格格哺乳知道 那有没有看国光帮帮忙 有啊 有有笑吗 好 应该说得定了 不关心我们这一集到底说 对 这一集这二集 我们这一集是 知性谈话节目 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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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后面40分钟 就播健康以教育 好不好 好笑 天啊 观众朋友们可别当真啊 精彩故事还没有完 看完《男人无事散文》 马上告诉你 耶 晚上十一点钟以后 让我们听听三个臭男生的 好戏仨 哇 你们听 你们听 这一则新闻蛮有意思的啊 一位痴心狼苦心追求女老师 历经八年终于到手 即将步入礼堂 哎呀 爱情真似甜蜜 有情人终成眷属 不过啊 这个追八年也有点太死缠烂打了吧 所以啊 人家有孝心感动天 我们有爱情会感动她的 可是死缠烂打这一招 真的有用吗 像我啊 我在结婚之前啊 我也曾经暗恋过一个女生 可是我不敢讲我喜欢她 我只有啊 默默地对她好 帮她买早点啦 帮她跑腿啦 对她很好就对了 可是最后啊 她还是被一个那个 开跑车的男生给追走了 我跟你说啊 把马子不是默默等就好了 要适时地施展一点小手段 你怎么可能呆着 跟个呆头鹅一样的你 哎哟 呆头鹅啊 你聪明啊 哎好帅 我听你这么讲的话 好像你真的很有一套 开玩笑 我谁 我好帅 我不止一套 我告诉你 以前啊 有一个马子 我一开始追求查车 因为他有男朋友 他就一直拒绝我对不对 但是我不气馁 我三不五十 还是打个电话给他 嘘寒问暖 结果有一天 他打给我啦 跟我说 我跟我男朋友有点问题 我就知道机会出现了 当天晚上我就趁虚而入 俗话说得好 猎女怕残狼啊 在冰山的女生 只要遇到像好帅这样的 弃而不舍的攻击... 再大的冰山也有融化的一天 可是我怎么觉得这种事情 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小的时候啊 也曾经对一个女生 嘘寒问暖啊 有一天下课啊 我怕他回家啊 一个人啊很危险 然后我就啊 默默地跟在他后面 一直跟... 结果你知道怎么样吗 结果啊 他报警耶 所以有个变态的跟他 废话 废话 你是白痴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还八滴嘎 还跟踪 还保护 你这样子鬼鬼祟祟祟 跟在人家后面 跟个背后里一样 人家不报警才怪我告诉你 把女生不是默默跟在后面就行 你知道吗 要适时地表达爱意 你这样才不会把人家吓到嘛 是吧 打草不惊蛇啊 对不对 对女生就是这样 慢慢地来 有句俗话说得好 吃银弄破话 知道吗 真实习啊 我现在才学到 但是我已经结婚了 哎 我跟你讲 这个药残 也得残得有品 你知道 像我以前年轻不懂事 有一次我跟个马子去约会 约会到一半 他说他要走了 我就死残烂打 各种功夫都死出来 就是硬凹不让他走 结果怎么样 结果就换来两个热疼的巴掌 哇塞 美 快 快来问 适合我 我们问他 他喜欢男生用什么方法 好 剪刀石头部 好你 我 嗨 小姐 嗨 请问一下 你喜欢男生用什么样的方式追你 当然是要用心 哦 用心 那如果那种死残烂打的男生呢 你觉得怎么样 不喜欢 我觉得要用心就有机会 你喜欢什么型的男生 像 国光帮主持人孙鹏 那样型的话 就不必花心色 好 我知道 你走吧 你走 只要是自认为 女人中的女人 选孙鹏就对了 晚安 我觉得应该选屈中恒嘛 再回来 心爱的无缘的爱 你们公司的训练很严格啊 乔杰莉 怎么样严格 每天早上起来跑五千 然后接下来 有耶 有叫我们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去跑步 而且是女生喔 跑步啊 真的跑步啊 真的跑步啊 因为那时候我们七朵花刚煮嘛 那六个女生 然后要睡公司 我说 为什么要睡公司 她说 培养那个团体的默契 然后公司都没有沙发 全部睡地板 很尴尬的是 因为女孩子睡觉 我们一定是穿得很轻便 然后要上次走 都要跑到那个五楼那个厕所 洗手间去上 就碰到那个阿姨啊 我碰到阿姨会碰到别的制作人 或是 然后别的剧组很尴尬 然后又没有穿内衣 然后就 都没化妆喔 你可以想象嘛 然后就去上厕所 大家会经过别的剧组 比如说 道英好 谁谁谁好 好尴尬 难怪那一阵子公司里面 有一直传出灵异事件 就是破语的安排 什么意思 又穿白衬衫 就是雨中跑步 对 又睡在公司 对啊 到底有什么企图啊 不知道 就是说 后来就是睡了一两个大件的差 他睡的比较少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 就之前失败的例子 就是R&B 就是一个偶像团体 我们整整在公司睡了八个月 八个月你知道 真的睡了八个月 因为我们公司的对面不是一家 就是很知名的那个大卖场嘛 对 然后我们公司附近是没有什么 好逛的地方 因为在比较偏僻嘛 你知道我们连去对面吃麦当劳 超开心 你知道吗 终于可以出公司了 真的 一点也那么快 到八个月 八个月在一起 八个月太久了一点 可以生孩子了 对啊 对啊 对不对 真的好久 而且那时候我们真的是 五男两女 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当男生一样 吵 因为男生比较多嘛 我们半夜两三点在那边练翻 练倒立 然后下腰 踢腿 对啊 对 你们每天的课程从早上几点开始 那时候住公司早上十点 然后一直到晚上十点 一直都有课 你们这个是等于 乔杰丽是一个军团嘛 在当兵嘛 就七走花 因为我们是女孩子 所以我们老板会觉得说 女孩子应该不一样 那时候是因为像五六 或者是以前的K1 就是我们的训练都是 军团式的训练 完全没有借口 就是比较感冒 感冒在那边死来来啊 对啊 就是 除非你已经发烧 然后住院的种 不然觉得艺人没有生病的权利 这倒是真的 艺人没有生病的权利 那你们当初在签这个合约的时候 里面有住民是这样训练的方法吗 没有 签合约本来是讲两年要住在公司 后来就算了才住八个月 是 到底有没有 合约里面有没有住民 没有 只是我们公司会就是 他们觉得艺人要训练 像现在也是想我们俩在拍戏 可能一个礼拜一天睡不到四五个小时 但还是要评比 评比就是你还是要去跳一支舞 然后表演 因为以后你上节目你还是要表演 你不能因为睡的比较少就不练习 那你们赚的钱公司会帮你们安排吗 会不会帮你们控制啊 或是说建议你们做什么方面的通知 帮你们理财啊 对会不会 我们老板一直有个心愿 就是希望我们所有艺人都有 就是百万的豪宅 千万豪宅 然后百万的名车 其他多余的钱全部还给他 所以你可以做别的东西 但是至少他有一个阶段 就是他想要看到这样 他说他以后要买一个社区 然后里面全部都是乔杰力社区 就是对面是鞋子啊 幸福小家庭啊 然后过礼拜天 乔杰力 然后礼拜天 那所有人都车队 对 然后插旗子 求敌力 你放心啦 迟早都开巴士 对 荣民之家都是开巴士 请问一下你们这个评比 你们评比什么 都在表演什么 你们怎么评比 太多了 我评比那评比5、60次有了 真的假的 那你现在所以说 随便叫你表演一个什么 你都可以了 可以一个什么 对不对 好紧张喔 你随便想要在 你在评比里面 你大多表演什么 暑来宝 我不要表演 真的有 我开玩笑的 真的 那时候我们还写稿 然后大家背的钥匙 重点是那时候 我们七个人嘛 R&B的时候 然后还硬要排走位 很尴尬 主来宝还要走位啊 主来宝 主来宝 还要这样吗 真的排走位 然后大家都记不起来 你知道 超玩笑 然后还分配 比如说这句话 是七个人要一起的 比如说很好笑 然后不然就是 有些地方是你们两个 有些地方是你们两个 有些地方是三个人 有些地方是四个人 有些地方是solo 真的比较说全乱 你知道吗 还要走位 今天来到贵宝地 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 他很有趣的这音乐 那你觉得你 最有把握的才艺是什么 耍枪啊 耍枪 就是我人家也跟我耍枪 耍枪 我们还没看过 因为那个小乔以前是 那个精美女中一对的 所以有点基础的 当年我把都把不到 可以 是个盲子 要来一段盲子歌 小溪 顺盲 谢谢 我们当兵只有学到这样啊 我不可能甩啦 因为我甩我怕把顺盲砸了 来 前面女中我当年把不到的 来 超久了 耍两个简单的好不好 好 走 等一下 重来 这样就已经很厉害了 我要这一次 我要认真 好 准备去 7 8 9 10 12 7 4 6 18 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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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以前练枪的时候 都是直接要打的 你手不能扶 要这样 譬如说 要这样 要直接打上去 要这样 真的... 所以以前练到这边都是 瑜琴 不好意思 不要学喔 所以我继续都是这样练的 很厉害 很厉害 好 请坐 请坐 天娘 还可以吗 还可以吗 花木兰 你好 一个叫乔 一个乔杰莉 是因为你们都是 一个乔 一个小乔 都是乔杰莉 所以要这样叫 不是 不是 先出来就叫这个名字 对啊 臭乔 怎么可能乔杰莉的 那名道叫明乔啊 对啊 不是啊 我以为他们乔家班的乔家 那最新的叫乔一下 可是你是 你每次表演才一段 以前会扮丑啊 就是装什么爆牙啊 扮张飞啊 就是什么 像我觉得 像我觉得他有一次 最厉害的是那个 对 因为他去大陆主持节目 然后一回来 才会来一两天 马上就说要评笔 逃都逃不掉 就没有因为你去大陆 所以你就可以不用评笔 结果他就搬一张椅子 拿一本书 然后一卷卫生纸 然后就开始念 就是我从小时候 乖乖到最低开始 然后开始哭 情绪记忆 对 开始哭 开始哭 这是一种情绪记忆 就一直哭这样 他就一直哭 就一直哭 这个很厉害 结果你分数很高 还蛮高的 因为我会不会爬 爬到身上面前说 真的没什么才艺 真的 真的 你这一招才艺叫耍賴 那生狗记忆其实蛮尴尬 对 他就 我就抱住他的脚 他就一直踹我这样 他也分数很高 对 对我好奇怪 但你是古灵精怪的吗 就还好 那这样好 你扮菲哥好了 菲哥他很帅 对啊 你扮她一件不能 试试看好吗 他就 Bou gat nach 不怪我们刚刚h син之所以 访问那个人员啊 刚刚那就是心心吗 是 我比较不会怕 好 现在出来 來 你跟圈文藝人做一個 最醜的表情 回臉嗎 對 面對這樣 然後輸的 要給孫鵬 跟孫鵬 噴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 輸的還贏的 輸的啊 對 給孫鵬噴一下 精采啦 屈中航還有陳曉恩的 半球大對決 到底誰半的最醜呢 趕快看看吧 一 二 三 喬得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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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你為什麼 你這個輸 你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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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醜喔 來啊 懲罰 親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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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知道 我就長那麼帥啊 你還會演嗎 換你啊 沒有舌吻 我還剛吻耶 蛇吻 對 他親我了 對啊 嘴對嘴耶 是嘴對嘴 嘴對嘴喔 我剛剛喬嘴 不信我們看VCR 嘴對嘴嘛 來 我好高興喔 有啦 有沒有不一樣 大丈夫 一言之初 好 我把... 我現在想成我是佗宗華 在拍鋰子 你先把小孩刮 你先把小孩刮 預備 把聲刮開 預備 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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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回合 好 請 還是我 還是... 還是圈恆 不要我了啦 第二回合 如果屈中恆輸了 就要親小康對歹 要捨我 那喬恩輸 就對小喬恩輸 不能... 一定要是我 好不好 預備 喬恩你可以的 怎麼都是我呢 你最會演啊 當然還是你啦 屈中恆贏地 咱們喬恩跟屈中恆的大對決 第二回合到底誰會贏呢 趕快看看吧 講一下喔 講一下 預備 1 2 3 GO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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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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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再搬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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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笑什麼啊 這什麼節目啊 這什麼節目啊 還要搬就是帥 搖一搖就不敢搬 還以後我聞好愉快 還以後我聞好愉快 接受成果的是小康 對 輸了跟我搬 不是比什麼啊 比狠 最狠 來 狠臉 快點 還會醞釀 5 4 3 2 最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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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3 2 講話 好冷 這個厲害 康哥今天 我們兩個都淪陷耶 就當親爸爸一樣好了 對 所以也是 我也不犧牲啊 我從來不會小女孩 來 不要說有隔塑膠袋 其實感覺還是有啦 有啦有啦 欸你們兩個誰最常NG 他 你是因為螺絲咬字的問題 你知道他很天兵 他拍戲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拍打巴掌的戲 那拍我嘛 下一集有一個要他打我一巴掌 然後我要哭說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那拍我當然是真打 可是後來拉我的背然後拍他 他還真打 真打下去啊 他打過來 不是 真的不是故意的 因為那時候我眼鏡只在一邊 然後我其實是八百度 所以就變成一邊是零度 一邊是八百度 所以我對不太準那個遠鏡 你知道嗎 我就用手指削到他的臉 然後傻眼 真的不是故意的 漂亮 女生嘛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打過他 戲裡 戲外打過他 你知道有意思嗎 戲外偷打他 不是要怎麼有這種能力嗎 你氣的話想說要來個狠的 想說大家都已經唱歌跳舞都那麼厲害嗎 你跳舞跳不過可以玩 你唱歌唱不過五六 好 來個狠的 我們女生就想說好 那我們感情好嘛 我們就互打巴掌 我們就評比的時候 最後橋段就是互打巴掌 然後走到那個評審前面 幾個女生站一盤就 一個打一個 一個打一個 然後就Ending 然後全場錯愕 這個很錯愕耶 這個很錯愕耶 我現在聽東西有點錯愕耶 打一個打很用 然後打成那種 這個聲音 真的喔 那你們那次的分數高嗎 不高 不高 而且那次宣總他的評審就是 你們是想跟我抗一些什麼嗎 朱雯雯你會玩那個 不會 不會 小高來 我不要 不要... 你們兩個打輕一點的啦 你應該會玩 好高興喔 音樂喔 預備 五四三二 我們要演技完 好 要不要 要很狠的喔 好不好 五四三二 年輕演員啊 打完就會演這樣 這樣演嗎 他會狠嘛 預備 五四三二 你不是演戲嗎 你不是演戲嗎 這是一首 這是一首 好啦 該你為什麼玩 不要玩啦 該我跟小剛玩 你要玩 你要玩怎麼樣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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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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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OK...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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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玩 沒有這樣玩的啦 哎呦 哎呦 好累喔 我來看你們兩個玩 其實跟你們兩個聊一聊 這樣有好笑 但是感覺上來講 你們的那個演藝圈這個路 其實是蠻艱苦的 那既然這麼艱苦 為什麼還要繼續呢 很說不起的人 很什麼 說不起 他真的很說不起 拚了一口氣 真的我隨便看到 譬如說我們去演唱會 然後要彩排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公司 全部的人上去 然後可能看到上面一組藝人 就跳得真好 我就跟他講說 說不起 我待會彩排的時候全力跳 然後正式演出的時候 明明只是彩排而已 不行 我說不起 正式演出又沒力氣跳 太說不起了 是真的 那每次人家看到 有一次我們去那個新加坡 做演唱會 他看到那個Sweetie那個喬喬 那他們因為要拍一些那個 戲裡面的畫面 所以他們就跳得很邁靈 他就一個人大老遠 坐在那邊這樣子 說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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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練 一直練 然後正式拍的時候沒力 就正式演的時候上去全身努力 就這種個性我覺得 當女孩子比較辛苦 幹這一行有這種的個性的話 比較容易出頭 因為你會不斷的 輸不起不斷的去努力 你這樣不錯 像我們就是 啊 輸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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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樣的戲比較難演 笑 笑 哭 她 她是哭 我是笑 別客氣 本來是客氣了 哭 生不起來了 生不起來了 演笑要演到讓人家笑 我覺得好吧 喜劇比較難演 還有一點就是還要配合人家笑 比如說她在演 然後我要這邊 好好笑那你知道 有時候你遇到那種真的不會演 就是好好笑 不會尷尬 對啦 笑很尷尬 其實會演戲的人比較怕演戲 你很哭比較簡單 你不喜歡哭嗎 哭不出來 真的真的 因為我私底下比較 不掉眼淚 其實她好很多了 以前是 因為你都跟男孩子在一起 所以你很習慣壓抑自己的情緒 所以壓久了她 就出不來 根本出不來 就是說你太習慣什麼事的話 無所謂 OK 過了就算了 所以一直都 不會讓自己有那個情緒 那巧恩是不是 可以在10秒鐘之內落列 還好吧 今天中午我們來 拼一下好不好 10秒 20秒好不好 首先我們派出 我們第一位選手是 秋恒 秋恒 其實也不是很會哭耶 很難耶 你知道嗎 我出來拼一定輸了嘛 那孫鵬 我也不會哭啊 那你啊 小康瑞會哭的 最會哭 綜藝節目上一直哭 自己的節目都不哭 對不對 好 來 真的喔 來 佛光芳第一號代表 佛中康 我現在跟你一起哭 好難喔 我也就站那邊了 來 5 4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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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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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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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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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我只忍不住地愛上她 我現在死在那邊 她喜歡邵偉 邵偉 因為我喜歡小眼睛的人 那如果邵偉追妳的話 妳會心動嗎 你知道剛開始 剛剛我們剛進公司的時候 因為我是公司第一個簽的女生 她玩我半年 然後那時候剛簽進來的時候 我在公司半年了 邵偉從來沒有找過我出去 她才剛簽進來 邵偉就叫她去打撞球 那時候馬上 哪有 哪有 所以妳被人家動起來 就是因為邵偉每天跟你打撞球 哪有不動妳動誰啊 我要孫總 我馬上把妳解決掉了 是… 可是她的個性我覺得比較難 是跟她在一起會很沒有安全感 所以我覺得 比較什麼 比較沒有安全感 比較難 對 難跟她在一起 沒有安全感 對 沒有安全感 所以我覺得當朋友很好 真的 如果選擇情人咧 這個戲裡面哪有什麼 我覺得是言情書 言情書 言情書 她真的是好老公信 就是好好先生 然後又很有原則 然後又有愛乾淨 處女座的 非常有原則 欸 對啊 我們同掛的啊 真的是好老公信 對 愛乾淨 喜歡當唐先生 喜歡啊 沒有人喜歡當唐先生吧 對啊 沒有她那麼愛做 小燕呢 住凡港那一些 因為她家比較有錢 你怎麼這樣啊 真的喔 沒有啦 如果她們五個硬要挑 因為五個真的都很熟 你知道嗎 然後 言情書 我比較不喜歡處女座男生 覺得比較古夢 不會啊 哈哈哈哈 她也輸不起啊 曲哥你也是屬於輸不起的那種 她是屬於輸不起的處女座 處女座 比較左色 比較平一點 比較喜歡什麼星座的 天秤 天秤 董忠華 我勸你不要 沒有啦 這樣啦 那五個跟你們不熟 我們三個跟你們不熟 我們三個你們兩個來選 你會選誰 孫鵬 哇擦 果然大雕 得分 沒有得分 好險沒得分了 我也是 誰 我得兩分 你今天打雲了 你已經不是大雕了 你叫 一箭雙雕 不能飛走啊 一興奮到飛走 為什麼 結婚啦 一個曲哥已經結婚了 我沒結婚你也不會選我吧 對啊 好 我知道 我錯了 我錯了 沒有 小寬哥如果瘦下來的話 我知道 再一個禮物 就這樣選對不對 開玩笑 長得很帥 眼睛出現 這個眼睛出動 從來沒有失敗過的 而且看起來壞掉了 開玩笑 壞到極限的 這壞 遲到一個極點 我覺得有 有小孩子的男朋友 會有講 真的假的 爸爸 其實我一直有沒講出來 對 那我的小孩子是什麼 我的小孩子是木頭人 機器人 你們這次有這個成績 我們要掌聲鼓勵 真的 真的 真厲害 真厲害 而且這也說明喬捷利這個公司 並不是說你紅了 就可以不用再去訓練 或不用再去跟人家評比 我覺得這樣的制度是最棒的 對 可以讓藝人隨時隨地 在一個那個 戰戰兢兢的一個角度上面 來面對自己的生活 那是不錯的 以後 不要再沒事跑去打撞球 荒廢了事業了 好不好 因為這一次之後 我相信你們也會覺得說 經過這樣的辛苦 這樣等待 或者怎麼樣 你們還是得到了一個很好的 結果對不對 恭喜你們 謝謝 謝謝你們來參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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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峰怎麼這樣跳舞 沒關係 沒關係